美人很有強烈 不知就會再猶亡 才不是我只會讓我變得更堅強 裝作盒子 感覺會更嚴重 聖 孝 孫 潘瑋博展現饒舌快嘴功力 大病初遇之後首度現身舞台 第一場表演就獻給媽媽的母校 北一女中 妳叫什麼名字 好 妳要寫電話 直接在台上大方送粉絲簽名專輯 潘瑋博暖心程度 讓現場北一女中的學生 都High翻了 一聲音下 所有朋友們跳起來 帶來多首快歌完全看不出來 其實他在10月初 因為肺部被感染引發纖維化 住進家戶病房一度病危 可以到數場商演少賺近億台幣 這很謝謝大家關心 然後就是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嚴重 然後一切都很順利 吃得很飽 然後也很開心 透過鏡頭跟粉絲們報平安 潘瑋博身體才剛康復 就被眼尖的記者們發現 似乎有點補太多了 因為就一直在吃媽媽的一些 補的一些食物 就是多少體重 比之前胖了一點 但是還好人生開心最重要的 對 終於恢復健康回到工作崗位 潘瑋博透露 除了耶誕節 跨年滿檔之外 工作都已經排到2018年了 粉絲應該也都相當高興 但也希望偶像在拚事業之餘 也要顧及身體健康 TVB的新聞 邱志君成如環林指揮 SNG小組台北報導